HELLO 大家好 我是凡雪瑞 今天我們要回到 哆啦A夢童公母茶物語 今天一樣有我們的 唉唷 嗨! 夢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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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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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繼續吧 有沒有覺得冬季的我們過得很快 原則上來說 應該都要這麼快才對阿 之前為什麼那麼慢呢 因為一直在回溯挖礦 回溯挖礦 我覺得可能要再看這條件到底是什麼耶 我只覺得你現在交起來好好賣 蛤 就是 點到哪一個就交哪一個 沒交到就再說這樣的那種感覺 對啊 就是 就是交過去阿 有 就順著交阿 就不要那麼的拘泥 所以一定要對一道 不然馬上花時間的 對啊 他該不會是要一起收成吧 不知道 不知道 條件到底是什麼阿 我… 我去… 去Google一下 下一個 不小心 看來 露出 對 沒有 你有什麼 不得到 在山上 对了 哎呦 明天八点半哦 哦好 想了一下 好 哦呦 哦呦 我把东西放在我东西没有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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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沒有拿剪刀 我覺得牛牛的那個觸篷感覺應該要升級一下 感覺他快不行了 你不覺得這樣幾四隻有點窄嗎 會嗎我覺得還好欸感覺差不多 我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你可以問問他們 問問看他們 他們要回你風 他們會說你會覺得這邊很窄嗎 還好嘍 是強迫的 他們都說沒了嘛 可以啊 不人窄嗎 有吃不夠嗎 沒有 好沒問題 換 我問對你們不好嗎 那你們就住這種小房子 哦 其實我覺得你剛比我還那個 他在哪 還什麼 灌老闆 灌老闆 這也不是我養的牛 這也不是我養的羊 我只能說我是原老闆而已 我覺得兩妹妹眉毛的時候看起來好微妙喔 來google一下那個狗狗的部分是怎麼處理呢 狗狗 這一切 阿 due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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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 猫 可是我跟層長不是也三顆星了嗎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觸發 對啊 可是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觸發劇情 就像那個啊 胖虎說什麼晚上要去找那個 然後也沒有觸發 整個就怪怪的 讚了 能不撐 有人是 我們現在連胖虎那個不知道為什麼 到底是為什麼呢 到底是為什麼呢 不然我現在就來 來把一些那個 NPC點的刷上去好了 他不在耶 他什麼時候才會在 他出現了 他出現了 你從哪裡出現了 你你你你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他跟我還是一顆心都沒有欸 我的天 我現在處在一個 嗯 不然我就隨便都弄弄好了 都弄弄西弄弄的感覺 然後現在也缺石頭 然後現在也缺石頭 因為後來發現啊 你你要 你是要多多少少還是要跟那些村民培養一點感情 可是 可是你知道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沒錢就是窮人 你要給什麼都不對 而且你看 如果像阿翠玩新路股 或什麼東西都給錯的話 那不是很慘 又花錢又給錯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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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咳 咳 你們知道我們會玩新路就是1.4版系列 度有系列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後來又進行了一個更新 增加了新的劇情 然後還有新的東西 他增加了電影院 然後 我們今天終於把電影院弄出來了 我就跟阿翠非常悅悅於是我們就邀了NPC一起去 而且你帶NPC一起去看電影其實就很像約會 他就是送禮以外你可以跟NPC就是培養好感度的一種方法 然後我約了雅力克斯 然後阿翠找了堪麟一起去 然後我出來以後我就看了雅力克斯就跟他對話說 欸!我的雅力克斯增加了一顆石頭感度欸 就增加一顆星 然後沒多久我們就聽到阿翠說 什麼!我的潘尼掉了一顆星 欸你們知道看電影多少錢嗎? 看電影要兩千塊 好貴喔 哪裡電影這麼貴 貴喔 不合常理的電影員 欸! 這超級我們就說你到底為什麼都可以觸發那些會掉出禮口感的時間 欸! 對啊他超猛欸 啊 超厲害欸 超級厲害 先戴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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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我體力快沒了 什麼 完了 他今天功休 啊 功休 功休啦 沒有辦法啦 我沒有辦法 哇 我不懂 我跟政長已經努力的培養好感度 為什麼他也如此的對我 我覺得我有點傷心 我覺得他也很不舒服 所以我還是要做好感動 所以我還是要多久 我還是要做好感動 我還是要做好感動 好感動 所以我還是要做好感動 所以我還是要做好感動 但是我一定會做好感動 我沒有人在做好感動 我沒有人在做好感動 謝謝 我一直對於我們沒有觸發的那個真的超級 超級奇怪 可是我看了一下條件我都答純啦 還是有什麼細微的條件就是沒有發現 可能吧 就是說冬天救狗狗出來太冷了 看到春朗花開之時才能救狗狗 不然去鎮長家看一下我們現在到底解了哪些劇情好了 如果電話停所以如果電話停它其實有點像是劇情回放欸 就是那一次測測下來 現在覺得如果電話停很好用 真的 你說現實中還是我這個 你這個啊 啊真的 啊真的 那樣 也對 看起來 也是 也對 但是我們來自我 也對 什麼劇情 對啊 啊那個劇情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你沒有觸發到啊 可是照理來說 你的條件好像都已經過了 對啊 超怪的 還是正常的另外那個劇情 你其實已經觸發到是你沒接啊 沒有他是說那個那個就是 他好像觸發 完成之後正常會直接出現在你家門口 然後就會觸發第二個劇情 好像為什麼一次要 一次要收成三種 有錯誤嗎 還是要賣三種的 可是我覺得這樣應該有點不太合理 因為不是每一個季節都有 辦法 三種 像我的 其實就沒有啊 應該是有種植過三種以上吧 那這樣的話 小麥不是每一個季節都會有嗎 但他不算是 專屬那個啊 季節作物 而且這個季節其實只有兩個 農作物 他是說一次收成 三種農作物 沒有說一定要收成當季的吧 三種 可是像這一季的話 就只有兩種農作物啊 他不算 不算當季也只有兩種農作物啊 不是不是我一直是說 小麥不是每個季節都可以種啊 對啊 是有那種四季都可以種的作物啊 對啊 那冬季的話就沒有啊 那你只要一口氣收成三種就好了 不一定應該不是說一定要收成當季的吧 不是我是說 加上小麥 冬季也只有兩種農作物 喔 那可能就是因為 你剛好在冬季節吧 嗯 因為一般來說 那個冬季可能前期就會 無意間完成了 畢竟你本來就會每一種都沖沖看 嗯 忙碌的孩子 喔 我的天 那我們先回家吧 也不知道怎麼叛 也許明天就遲到了 那就交給明天吧 我們來處理 冬天種的白蘿蔔可以有效提升正常的好感度 喔 原來是這樣嗎 好了我們今天 時間也差不多了呢 就先到這裡囉 也沒體力啦 那就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番茄瑞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幫我們點個喜歡 還想再看的話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想看的遊戲 或是想推薦我們玩的Minecraft地圖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嗯 想知道什麼時候上片 什麼時候開台 或是一些 小編把我們賣掉的生活日常分享 可以去看我們的FB粉絲專頁 那經濟能力許可的話也歡迎大家等待我們 那我是番茄瑞 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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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